今年的发烧话题来看到 113年度国庆晚会 今天晚上在台北大巨蛋登场 下午3点多就有民众在现场排队 要等候入场 不少人都是冲着首都复出开场的 二姐江会而来 但有黄牛看准商机 抢到了免费的票之后 在网路上兜售 警方截至4号晚间为止 总共查获了16件 共30张的黄牛票 最贵的一张卖到了10点4万 下午4点开放入场 时间还没到台北大巨蛋前 就出现长长的排队人容 全是为了参与国庆晚会 很兴奋啊 腰看 都好喜欢 能够参与生会就觉得很开心 我们提早一个多小时到这里 语系中满满期待 因为除了精彩的国庆表演 不少民众都是为了他而来 封埋多年的二姐将会 将首度登台 开放5000位民众免费入场 但就有黄牛看准商机 抢到免费票后 在网路上兜售 根据北市刑纳统计 至4号晚间为止 已经查获16件 共30张黄牛票 另外还有8件 是网路诈骗 和15件加价贩售 其中最夸张的票价 一张喊到10万4千元 除了抓黄牛开罚 晚会围案也得做得滴水不漏 入场前得进行安检 将包包交给工作人员检查 饮品也得先在场外 当场试喝才能攜带入场 至于长伞脚架或自拍棒 统统不能带 高规格围案 确保国庆活动能够圆满落幕 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谢来信冯浩宇台北采访报导